欢迎收看国际plus欧洲观察 我是张允熙 本周加入我们的一样是智宇 欢迎智宇 哈喽允熙大家好 我是智宇 好一样我们要先从乌尔来看 乌克兰这边呢 他们是放了一个消息 他说俄罗斯快要没戏唱了 大家都很好奇 这到底是不是虚张声势 对乌克兰这方面是表示说 其实俄罗斯现在是持续猛攻 所谓的乌冬地区 但他的战备物资会 基本上进入到一个短缺状况 而且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就是春天快结束的时候 有可能会用光 他所谓的军备物资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是这样子 其实因为乌克兰的物资 基本上都是靠西方溢注 不论是欧盟欧洲 或者是美国的部分 但其实现在在西方国家 开始慢慢的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把所有的焦点放回在 自身国内的处境上面 所以等于说如果西方国家 溢注给乌克兰的资源 开始渐渐的变少之后 可能对乌克兰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乌克兰可能这时候 就要跳出来告诉说 其实这场仗 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因为晚春的时候 基本上俄罗斯就有可能 把所谓的武器 给用完了一个这样的状况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 反面来思考说 其实乌克兰 对西方国家在喊话说 我们现在其实可能 战备物资也没这么够 反正是给西方国家一种 相信我会打赢这场战 打赢这场战争的一个 这样子的喊话 希望可以再从西方的手上 获得更多的资源 确实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在放话而已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 他说俄罗斯要出动一个新的武器 这个武器跟一般炸药相比 他说不用近距离投资 听起来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乌克兰方面就说 你们这个F16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啊 不要只是我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去训练而已 飞机赶快来 很多人认为说他就是在要武器而已 不过另一方面 英国国防部 他说俄罗斯现在要用的新的武器 他说叫做MPL-50 听起来厉害嘛 但他实际上就是个战斗铁锹 就是平常去挖壕沟用的 他说近距离搏斗的时候 也可以当武器来使用 那这个东西是1869年发明的 很多人都说他是不是真的很缺武器 所以上两个世界的东西还要拿出来用 乌冬这边刚刚志宇也有提到 巴赫姆特最新的战况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报道 东部城市巴赫姆特已经遭到俄军包围 两军之间的距离仅剩800公尺 双方进行激烈巷战 乌军在当地的学校和各攻击地点 架设武器 并催促居民尽快撤离 俄罗斯瓦格纳佣兵集团 陆续攻下了几个城镇 近日还公布巴赫姆特的战场画面 佣兵在占领地挥舞旗帜 乌军虽然仍奋力抵抗 但乌国政府已经透露 将进行战略性撤退的讯息 乌军开始在巴赫姆特以西的城市 查西夫雅尔镇挖掘壕沟 逐新的防御阵地 阻挡俄军朝下一个城市挺进 俄罗斯境内又遭攻击 但是这一次显然是自己人所为 俄罗斯一个武装游击队攻击南部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城镇 造成当地平民死亡 事后名为俄罗斯自愿军的组织 选成犯案 他们在所占领的政府大楼前 呼吁民众起身反抗总统普清 俄罗斯自愿军成员大多是反普清的流亡人士 普清在得知攻击事件后 立刻取消南部视察行程 并指控攻击者是恐怖分子 乌克兰政府否认与这个组织有关联 但乌国军方乐见俄罗斯内部出现矛盾冲突 俄罗斯去年9月实施动员令 征召30万军人上战场 期间许多不愿被征召的俄罗斯青年出逃海外 至今仍有许多人滞留国外 证明去年10月逃到南韩的俄罗斯青年 已经在仁川机场滞留4个月 二级青年在机场厕所洗衣服 每天以冷水洗澡 机场每天午餐供应果汁和面包 晚餐则是鸡肉便当 他正向南韩政府申请庇护 不过南韩是实施义无义的国家 男性必须当兵一年8个月 因此逃避真兵的人恐怕很难获得庇护 南韩提供庇护的限制严格 2019年有15000多人申请 近79人获准 人道拘留证也只核发了230件 南韩政府近日拒绝了俄国青年的庇护申请 他有家归不得 恐怕要继续在机场里生活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俄罗斯的部分就要来看 俄罗斯的网球好手梅德维杰夫 他是在杜拜的网球公开赛的南单决赛 顺利夺冠了 不过这个是不是要挂上俄罗斯的国旗 我们是要跟ATP来看齐 因为ATP的官网 如果你去查梅德维杰夫 国旗是空白的 对因为其实现在毕竟 25还是持续的在交战当中 所以他对于说俄罗斯 这样子的运动选手的角色 基本上大家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所以ATP说他可以来参赛 但是不能代表国家 所以才会变成说 国旗篮是空白的 不过他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他在四强赛的时候 是击败了乔科维奇晋级 所以把球王都给打败了 对而且他接下来要去的 就是所谓的印地安全大师赛 其实这个比赛也非常特别 因为他去年就在这个比赛上 可以说是花铁卢 因为他其实是暴冷 当时是败给了一个法国黑豹 叫做孟菲尔斯 所以说接下来他如果要参加 这个印地安全大师赛的话 如果他在赢7场比赛 就可以创压生涯的最长21连胜记录 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生涯当中 可能是谁个想要血脂的部分 因为毕竟他去年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暴冷的情况 所以下一战更关键了 接下来同样是跟运动赛事有关 是巴黎奥运 巴黎奥运2024感觉好像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门票已经开始卖了 因为奥运门票通常不会是很接近才卖 毕竟他要卖非常多 巴黎奥运要卖1000万张的门票 对 那其中今天之所以会上新闻 主要还是因为太贵了 我看到的有一个人 有一个报导媒体他是说 篮球如果你要去看 现在只能花4900块买一张票 田径更贵 田径一张票要22000 真的是非常的贵 不过主犯单位是说 1000万张票里面有五成 大概在50欧左右 最便宜的大概是24欧 24欧大概800块 对 而且其实老实说像这种 办这种大型的运动赛事 你知道一定是非常花钱 所以他很希望说 如果门票其实可以能够 挹注整个赛事的 还有相关活动的进行能多一点 其实多多一扇 大家都会觉得还蛮不错的 尤其他们说这一次巴黎奥运的副总经理 阿洛西欧就说了 这一次门票就占了奥运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所以当他们希望说 如果这个价钱可以高一点点 可以帮助整个赛事跟活动顺利进行 当然是最好 不过为什么这一次大约觉得说 怎么便宜的票全部都被抢光 还是跟他的规则有关系的 因为他这一次第一波呢 他说你一定最少要买三张 最多可以买30张 所以很多人说那他登记以后呢 要抽签到你才可以买 所以中签的人呢 他就大肆的买了 所以便宜的票很快就被买完 对等于说我一次最便宜的票 一次包个30张 基本上还是划算 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说第一个礼拜卖光的 是什么滑板啊柔道啊 旗舰啊攀岩啊还有霹雳 感觉不像是我们心目中很热门的比赛 不过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 所谓的第二波的开卖 因为第二波基本上是在5月份开始 当然一定要先抽签 然后而且到时候会贩卖 所谓的单一项目的门票 至少有400万张的50欧元门票 大概是1600新台币 对他来说其实会比较实惠一点 而且其实在第二波的这个门票开变的过程当时 有大家非常期待 如果你想要参加开幕式或闭幕式的话 也都是在第二阶段才可以买得到 没错那德国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来看哦 德国大家知道他一直都是这个汽车生产大国吗 那欧盟哦他现在说他在2035年以后呢 要禁止这个燃油车的销售 德国自然是跳脚了 德国跟意大利就说他们要带头反对 对为什么要带头反对呢 当然我们知道德国就是一个汽车的大国 所以说他必须要好好捍卫他们自己 国内所谓的汽车工业 所以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 欧洲议会其实就已经通过了 但现在到了欧盟这个 反而是很多的国家卡关反对 为什么 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刚刚讲德国 德国的交通部长就说了 他们很希望可以用合成燃料的方式 可以当一个过渡期 因为他说合成燃料 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生产所谓的合成燃料 然后是用电跟二氧化碳 去合成这个生机的燃料 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说 他认为说我只要用电 这个电是环保的方式去发电 那自然而然这也是属于一种环保的燃料 而且他可以减低他国内的汽车工艺的冲击 我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完全的改成全电动车 其实这样子对他们来说 也是多了一个缓冲的概念 因为意大利就说了 他说你要减少碳排可以接受 但为什么要没有燃油车 他说因为燃油车如果不生产以后 其实燃油车跟电动车需要的人力 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说你要减少碳排 为什么要牺牲我们劳共的权益 他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合成燃料 其实合成燃料 是用的是像是煤天然气 回收塑胶 或者是橡胶等等的东西 所以他说他不会用到石油 所以不会增加石油消耗 然后他说他的碳排放是比较少的 但是欧盟就说他要做的是零碳排 所以合成燃料他也是不能接受的 对而且除了所谓的减排 还有减碳这样的目标之外 其实欧盟其实蛮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年底 预计中国大陆就要推出80款的电动车 当然有说80款 感觉他们再不敢跟上大陆的脚步 他们要落后了 而且当这个数量一多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的时候 那价格自然往下跌 所以中国的电动车 会不会倾销到整个全世界 甚至影响到整个欧洲市场 甚至影响他们自己的产业转型 这也是欧洲还有欧盟比较担心的部分 所以确实这个汽车生产大国 可能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而不是只是说 他说如果突然太快速的转换的话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类似的概念 对而且像德国就说 如果真的要从完全从内燃机 就是我们的引擎 到所谓的现在全电动车 至少还要15年的过渡期 所以说他产业 还有整个供应链要怎么转型 转变 这也是对德国来说 甚至对像是刚刚提到意大利 还有这些国家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好英国的部分 大家最喜欢的八卦消息又来了 这个哈梅夫妇到底 跟英国王室有没有破冰呢 今天这个礼拜最新的消息是说 哈梅这边透过他们的发言人说 他们收到邀请函了 就是在5月的时候 他的父亲登机的时候 他们有邀请函 但会不会去 他是没有松口 对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在打了一个大问号 让他好奇一下说到底会不会去 因为如果真的去的话 大家绝对很观说 哈利王子跟他的哥哥威廉王子 到底怎么相处 甚至跟他爸爸 所谓的新的查尔斯三世 国王到底会怎么相处 那个见面的 那一瞬间我相信 到底有多尴尬 对 大家应该都会非常期待 毕竟他该说的都说了 纪录片也拍了 书也写了 该讲的话都讲了 该骂的也骂完了 就不知道说 丑话都讲完了 然后双方见面 还会不会有好脸色 撕破脸之后 到底怎么样在同场碰面 然后同场较劲 大家尤其包括 大家会觉得像是 这个哈利夫妇 还有这个威廉夫妇 他们的太太 基本上两个怎么碰面 这也是大家会觉得 比较好奇的部分 没错 那如果他们不去的话 他们有个非常好的借口 就是5月6号这一天 是他们的儿子 Archie的生日 4岁生日 所以他说 我要留在美国陪我儿子 会不会其实 查尔斯自己也是故意掉这一天 让他有借口 这就不知道了 但大家知道说 这是这礼拜最新的消息 是说哈利那边 证实说他们受到邀请函 但是其实2月的时候 英国媒体Mirror 他就说 他说白剑汉公方面 有透露一个消息说 要哈梅夫妇 4月初的时候 就给回复 他们到底要不要去 因为5月初 就要举行加冕仪式了 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准备 所以我想结果很快就揭晓了 就剩一个月了 4月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他们到底要不要去 对 不过现在可能大家 还是会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包括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 这个哈利的回历出了 所以说导致整个英国的王室 都非常的不满 而现在传出说 这个他的父亲查尔斯 国王 甚至非常深意说 我要收回夫妻 在英国的唯一住所 叫做福洛格摩尔别墅 这个地方其实在过去 大家会觉得说 基本上你哈利夫妇 回去英国就是住这个地方 但如果被收了 那怎么办 没错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里的报导深入的讨论一下 高康有爆破力的嗓音 美国歌手爱丽西亚凯斯 去年六月才登上 已故伊丽莎白女王白金喜的舞台 不过现在轮到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 加冕典礼 却传出找不到歌手出席 本来在名单上的英国歌手 红法艾德 因为强碰巡回演出 只能婉拒 另外查尔斯最想邀请的爱戴尔 也表示兴趣缺缺 其他像传奇歌手爱尔顿强 辣妹合唱团等都说无法参加 加冕典礼歌手难产 不过现在根据英国媒体证实 哈利跟梅根确定有在受邀名单上 然而和王室成员心结难解 最近哈利王子接受创伤专家访谈时 透露一直觉得自己跟王室其他成员略有不同 形容他来自一个破碎家庭 是梅根拯救自己 现在正努力避免把创伤传给自己的小孩 哈利跟梅根放弃王室选择自我放逐 就看五月查尔斯加冕大典会不会出席 跟王室成员互动破冰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大视野掌握趋势 部份 松疯 管